美國週二新增79,075例確診 607人死亡 上週增加5%感染個案 超過45萬例確診 連續三週上升 年輕人感染和住院數量激增 衛生官員正在關注復活節假期旅遊增加 學校放假以及變種病例上升的影響 截至目前 美國已經接種超過1億6700萬劑疫苗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只需要58天就能完成接種1億劑疫苗 朝向接種2億級目標前進 他強調 美國不會拿疫苗換取政治利益 將盡快與其他國家分享疫苗 新西蘭週二宣布 從19號開始 將與澳大利亞開通旅遊泡泡 兩國之間遊客往來 將不需要隔離檢疫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對此表示歡迎 澳洲民眾非常高興能出國旅行 澳洲週一新增13例確診 新西蘭新增17例確診 兩國都沒有人死亡 朝鮮體育部長今日國週二聲稱 朝鮮在疫情期間將不會參加東京奧運會 疫情一年多來 朝鮮幾乎完全封鎖邊界 實施比平時更嚴格的旅行限制 朝鮮聲稱無人確診 但觀察家表示 無限期擴大封鎖 讓國內情況更糟 不斷傳出食品和藥品短缺的消息 新唐人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